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 50年代的香港正在在破坏之中复原过来 社会经济逐渐复苏 重工业和手工业都有新的发展 表面看来是一片声平的面貌 舞者歌台、电影、大戏都成为大众喜爱的娱乐 但是,在声平的背后,其实就是吻食艰难 当时很多人都很轻盛几句 这几句就正好是当时社会的真实写照 其实,要发展一个社会 除了有人肯顶硬上、肯挨之外 最重要的就是发展教育 在50年代,每一年都有3000多个中学生毕业 但是能够继续高等教育的机会 在当时来说,实在是求过于功 有见及此 一群热心高等教育的浸讯会会友 和西差会的教士 都很希望创办一间大学 不过,碍于当时政府的政策和资源问题 这个愿望并未能实现 但是,也很幸运在1956年 他们终于创办了香港浸会书院 当年3月5日成立的校董会 就是由黄雨光博士担任主席 林子峰博士就被委任为第一任校长 而副校长就是颜慕李博士 书院在创办初期 借用了陪证中学的校子来上科 第一批取络的学生总共有153人 而学系就总共有5个 包括外国语文学系 社会学及社会工作学系 数理学系 土木工程学系 以及工商管理学系 由于早期的学生人数较少 所以私生关系零射密切 很多同学还经常去校长家 上主日学 1957年 政府撥出窝打老道地段 让我们兴建永久校舍 当时为了校舍早日完成 一群私生还鼎力合作 演出古装剧《西施》 这次行动 迈向了私生和社会人士 攜手促进浸会书院发展的重要一步 六十年代 一个多灾多难的年代 天灾 人和 可以说是一浪接一浪 先有六二年的大陆难民潮 难民纷纷涌入 童年 还有巨峰温代泽港 可以说是屋楼更坚 年夜雨 在需要雨的时候 又偏偏在六三年发生了寒灾 相信大家都不会忘记 每隔四天才供水四小时的苦房 一家大小都要排队担水 一起喊 留下山水喉啊 为了水 搞到全家都风声鹤唳 至于浸会方面 为了钱 同样是疲于奔命 因为我们要筹务经费 兴建永久校舍 所以我们还特别将1963年 定为筹款年 1966年 头尾经过九年的艰苦筹款 而得也兴建的一座永久校舍 终于落成启用了 在开幕当日 港督戴伦子着时 还亲民主持启动仪式 有了这座永久校舍 当然为未来的发展 建下了重要的基础 不过 在风光背后 其实我们还有很大的隐忧 因为 在之前一年的65年 广东信托银行引发的 华资银行擠提风潮 可以说是金融界的大灾难 而之后一年的六七暴动 对社会和经济 都造成沉重的打击 动荡的社会 令到浸会书院里面的教职员 也都受到影响 很多人都离开了香港 不过幸运 亦都不断有生力军加入 其中一个例子 就是美国的谢志伟博士 应林子锋校长的邀请 毅然反港 为武校服务 他这个决定 就关乎了浸会书院 以后三十年的发展 虽然社会是动荡 但香港人咬紧牙筋 积极面对困境之下 在很多方面 还反而有不错的表现 其中较突出的就是工业 由于有大量的廉价劳工 加上海外市场的需求 工业就逐渐成为香港的经济支柱 每一年度的工展会 就正好是香港工业成就的缩影 香港的社会 都总算是恢复元气 而浸会书院 也都再迈步向前 有了永久校舍的条件之下 因应社会的需要 陆续开办了很多学系 例如传理学系 和音乐艺术学系等等 六十年代的旅程 虽然是艰苦 但也总算捱过去 中文中学的毕业生 在五零年之后 就出国和在香港 投考大学的机会 已经是很少了 浸联会 一班的浸联会的先言 大家坐在那里谈谈 就说 我们都要为这班的 新生学子 来到去谋求出路 于是浸联会这班先言 包括林子锋博士 王雨光建筑师 这班 他们在浸联会里面 谈起这件事的时候 就觉得 我们都是要 此办法 在香港筹办一间的大学 一间私立的大学 当时大学最初开始的时候 最大的困难当然是收生不足 因为开学的时候 才只有150多个学生报名 直到开了学的时候 注册了的学生 才是130多个 当中后来也有一些 退了学 找教授也是很困难的 因为我们也不能够 用很高的薪金来 去吸引好的教授来 所以在那个时候 我们浸联会 就向西差会方面 也去寻求资助 同时也希望西差会可以帮忙 派一些有合资格的教授 过来帮忙 西差会也很支持 所以当时也有很多位教授 和他们的夫人都来帮忙 浸联会也是每年都鼓励 我们的会员堂多些支持 在筹款方面 当然是每年浸联会 都是鼓励每一间的教会 和联会属下每一位堂会的会友 来到他在经济上支持 也都是西差会 也都是很大力的 来到支持这个经济 令到这间大学 初初那二三十年 都是这样捱过 好 好 谢谢大家